独居生活就结束啦 我出门啦 哇 我太快乐了吧 加一点点牛奶 搅拌一下 先把吐司叶一下 这片吐司也煎好了 使劲往下压 这款漏奶花就做好了 今天想喝咖啡 每种胶囊咖啡它的味道都是不一样 我今天就根据颜色 选一款自己比较喜欢的吧 就选这个 这个粉色的还蛮可爱的 搅拌一下 3分钟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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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ой 1分钟 我買了這個,很美麗 Hello 大家我已經奢侈完畢了 現在就打算出門去見朋友 然後呢我們再一起出發去探店 我出門啦 現在還有600多名就到目的地 婷婷她已經到了 我們現在已經到這個朋友的婚紗店了 在一個這種小區裡邊 感覺好棒 頭髮好長了呀 對,我的頭髮最近長得挺快的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是這一間婚紗 哇,真的很高喔 婷婷已經換好她的婚紗了 然後我現在就幫她拍一點照片 我們就該活啦 好看 我選的是這一件 接下來該我換啦 在發生什麼事 神尚 來自我 這裡 然後我先把她摔中 等著我 換了一個頭紗 哈喽大家 我们现在差不多该走了 已经待了两个多小时 然后拍了好多好多的照片 我们来吃蛋烘糕 好像是你会介绍的哪一个 好奇一个 小时候的时候才五角钱 现在要五块钱 吃一个吧 我已经吃不起了 现在 点了一个冷吃库 然后呢 这个酸脆 这个酸脆手加它是什么 是姜牙 因为自宫菜其实它挺辣的 一定要点一杯饮料 这面好炒哦 哇我太快乐了吧 啊终于回来吃了 对 这个是鸭血 这个是啥来的 姜牙 大家可能会问 为什么婷婷不在 因为婷婷她有事先走啦 来吧 干杯 太好吃了 而且这家它的那个价格 我看了一下 这特别贵的 这个鸭血 尝了一下 这家鸭血也好吃 现在是早上的八点三十八分 我现在呢要来化个妆 今天呢是一个还蛮特殊的日子 就是我要从这边搬走 那其实搬家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下一个月我要回英国了 在成都还会大概待一个多月左右 就想说多花点时间陪一下家人 我现在已经护完肤了 就涂防晒霜 今天外面的太阳真的超级大 这支防晒霜是在上一个购物分享里边有跟大家提到过的 当时我说用完之后给大家反馈 其实我觉得它还蛮好用的 就虽然它不太精用吧 比戴克没有那么油 上脸之后非常的好推开 而且它很适合夏天 就是涂在脸上不会很黏腻 只不过它就是确实会价格稍微要贵一点点 对这个就是 这个不是它的缺点 这个是我的缺点 那下一步就是上底妆的部分 今天呢我会用到的粉底液是这一瓶加利玛的粉底液 它的色号是N01 对这是一个比较白的颜色 我的肤质是混干 皮肤本身呢会有一些痘印 对因为自己最近睡眠不是特别好 嘴角这边长了很多痘 还有就是肤色本身也不是特别的均匀 嘴角这一块是明显要黄于脸颊两边的 所以说我对于粉底液的追求呢 主要就是矫正肤色还有持妆 那这款粉底液呢 它就是雾面中带有光泽的感觉 大家无论涂什么粉底液都一定要在妆前呢 做好保湿的工作 这样上妆的时候呢才不会容易卡粉 那现在呢就先上半边脸 给大家看一下它在我脸上的效果 这边是涂了的这边是没有涂的 就它和我的皮肤还蛮贴合的 遮瑕力也还不错 基本上可以把痘印给遮掉 对那我现在就把另外一边脸也上完 这个色号呢我涂出来就是很自然的白 不会给人妆感很重的感觉 而且它还有奶油肌的效果 对 因为今天刚好要搬家下午还要和朋友吃饭 所以就顺便给大家测评一下 它的一整天的带妆的效果 我看到好多人评价说它越叶越美丽 而且非常的看暗沉 那像我之前呢就有用过一款粉底液 它其实白天的持妆效果还不错的 但是到了下班过后和朋友去吃饭的时候呢 皮肤就变得很斑驳了 所以说一瓶粉底液它的持妆效果还是蛮重要的 我一般涂完粉底液之后还会再把痘印再盖一层 最近的痘印主要都集中在这一块 粉底液上完了下一步呢就是散粉定妆 今天呢要用到的散粉是上一个购物分享里边 有跟大家分享到的红地球的养肤散粉 对最近出门呢基本上都是在用它 然后它就是持妆效果还有柔胶效果都非常的不错 粉质也和我的皮肤蛮贴合的 它挺适合最近的季节 用完之后皮肤也不会觉得干干的 好啦那底妆的部分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眉毛部分 每次画眉都超简单 直接把眉尾给描一下 纹眉的好处就是早上可以不用花很长的时间去画那个眉型 然后接下来就是用这支UNI的染眉膏 我得画快一点了 因为房东让我退房的时间是 哦 11点钟 床上用品那些我都还没有收拾完 然后还没有换衣服 所以我得速度加快 用这一块之前我在英国买的CT的这一盘Pillow Talk 里边有一个颜色已经被我用的铁皮了 就这个香槟金色 那首先占取这个香槟金色铺满整个眼窝 其实我的化妆技术感觉一直都没有什么进步 但今年就会特别的注重把睫毛给画好 接下来呢用这个颜色加深一下双眼皮 最后再用这支卧蚕笔 把这个颜色点涂在卧蚕处 还有就是双眼皮的中间 亮片色它也不会特别的夸张 下一步就是夹睫毛 这一步一定要有耐心 爱杜莎的睫毛打底 我最近很喜欢用这种很细的睫毛膏来刷 再红依然是用的这一块 它的颜色不会特别的夸张 就有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 今天涂的口红依然是这一支 我很喜欢的Chanel的277号色 OK 整个妆容就完成了 现在要赶紧的去收拾了 一会儿见 我的搬家小猪手来了 哎 介绍一下自己吧 嗨 我是她的新朋友 莫子 然后突然我醒的那一刻 可能隔了两个小钟 蹦一身外头 怎么样 啊 好酷喔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东西真的超级多 我要是一个人搬我可能会搬崩溃 这个箱子里面也是巨重 哈喽大家 东西已经收拾完了 在这儿等我弟弟过来接我 他已经在路上了 在你耳边我又说不完的情话 你是小竹竹我随时都为你活活 所有东西都已经恢复原样了 小说短暂的两个月的独居 独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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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居生活就结束啦 拜拜 拜拜 哈喽大家 如大家所见 我现在已经回到自己家了 对 今天下午在家收拾东西就大概花了两个多小时 然后呢我还对自己的衣柜进行了一波断捨立 打算出门去吃晚餐啦 我朋友已经在接我的路上了 那就一会儿出门见啦 这个花好漂亮呀 白天看应该会更好看 现在准备去吃螺蛳粉 我真的想吃螺蛳粉 好久了 哈喽大家 我现在呢已经出门八个多小时了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十七分 然后跟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皮肤的一个状态 整体的妆效还是没有什么变化 就除了嘴角因为吃东西的原因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脱妆以外 面部的其他地方妆效都是非常不错的 在平价的粉底液中真的算是很能打了 我现在要开始吃螺蛳粉了 今天就突然很想吃 所以就找了一家店了 哈喽各位 我现在已经到家了 已经是晚上的十一点零七分 对 我打算去卸妆 那在去卸妆之前呢最后再跟大家看一下我的皮肤状态 在鼻翼和嘴巴的周围会有一点点的脱妆 因为吃饭和戴口罩的原因 所以难免呢会受一点点的影响 但是像脸上其他部分的妆效都还是挺完整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款粉底液是真的还蛮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眼睛就是都有一点点红 因为今天早上起床的时间就挺早的 所以说现在有一点点疲倦 我就赶紧去洗漱然后睡觉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看这期视频看得开心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晚安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